大家好 我是小玲 今天會和大家做一個 椰菜花蘑菇意大利飯 材料方面 大家看到桌上有椰菜花蘑菇 但我們今天是沒有米的 做意大利飯為什麼沒有米呢 因為我今天會用椰菜花來代替米 做一個椰菜花飯版的resorto 首先我們先切材料 先切蘑菇 蘑菇切片 我們就用啡蘑菇 為什麼用啡蘑菇呢 因為我自己覺得用啡蘑菇 做出來的顏色煎出來 它會金黃一點 比較香一點 還有煮出來的醬汁 有一點啡色就會比較好看 如果用白蘑菇也可以 不過你意大利飯煮出來 色水就變了跟椰菜花飯一樣色 顏色方面就全部白色 好像沒有那麼好看 切完蘑菇 有一點蒜頭 待會就用來爆香起鍋 拍扁它 切碎它 切碎它 好了 現在我們處理椰菜花 為什麼會用椰菜花來代替米 來做意大利飯呢 其實椰菜花飯 現在很多人都很普遍 例如大家喜歡生酮 或者低碳的飲食 都會吃過這個椰菜花飯 因為很多時候大家會吃意大利飯 都會覺得感覺很膩 很稠 還有很肥 所以我今天做一個比較低碳版 就用了椰菜花來代替米飯 做出來的感覺就會清爽一點 那椰菜花如何扮成意大利飯呢 你可以用刨子磨碎 或者用刀切都可以 我習慣用刀切 因為刀切就容易控制 椰菜花粒粒的大小 如果刨子磨得太密 有時候椰菜花會比較濕 出很多水 煮的時候就不會那麼乾爽 你用刀在椰菜花的表面 這樣切下去就會變成小粒粒粒粒的 你喜歡大粒的就可以切厚 你喜歡小粒就可以刨薄些 通常我們就只刨花的表面 那些部分 刨到框的部分 因為它不是花粒粒粒 如果你不想浪費也可以用它 不過刨了出來之後 可能要加工一點 就等下要切一下 因為刨出來的會比較大塊 效果就沒有那麼像米飯 所以我們等下會再刨一下它 這樣就可以整個椰菜花都用完 好了太近的芯 硬的芯就留下不要了 分別就是刨的花 切出來就已經會自己碎了 但如果有時候刨出來 它這樣大大快就要自己切碎它 好 現在就先把它裝起來 好了 我們切好所有材料 現在就可以開始煮了 首先就先打開火 調一個小火或中火 我們放少許牛油下去 先溶化牛油 不要用大火 因為牛油溶化 很容易變黑或變啡會焦 好了 溶化牛油 看到有些泡泡可以放材料 好 首先我們就煎香了些蘑菇 先煎到蘑菇表面有少少見到金黃色 還有它其實你一邊煎 你會發覺它會出水 那就盡量煎到它乾身少少 好 現在就可以撈起它先 現在就在鑊鑊裡加少許油 我們現在爆少許蒜頭 因為那些椰菜花有些人可能怕它有少許草青味 所以我們都放少許蒜頭下去爆炒一下 讓它更香 然後現在就可以放椰菜花了 現在就用乾鑊這樣炒一下 因為椰菜花自己都會有些水分出來 我們現在做椰菜花飯的做法 就會變回跟平時煮真正的用米做的意大利飯 那個步驟都是差不多的 首先炒一炒乾身的米 現在我們就炒椰菜花 讓它熟一熟蒜頭的香味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少許白酒 全程我們都是用中小火 就不要猛火 我們就會變成炒椰菜花 炒到它很容易的表面焦了 我們稍後就會一直加雞湯 去吸收椰菜花 好像平時煮意大利飯 好了 現在的白酒已經收乾水了 揮發了 現在就可以加雞湯了 雞湯就剛剛和椰菜花的份量 剛剛熟的比例 你可能會問 煮意大利飯 平時我們會加些洋蔥碎的東西 但我們這次為什麼沒有的呢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食譜 就是一個接近生酮 和低碳的做法 如果你加了洋蔥 就會增加糖分 如果你喜歡那個口感洋蔥 喜歡它吸收了雞湯的味道 其實你也可以加 好了 你看到那個水份 開始收得七七八八 那我們就可以再加多一次 還有煮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有些椰菜花 那個框 或者那些粒粒 切得不夠細 很大粒 你都現在可以剁碎它 盡量令到它的質感做出來 像一個米飯的尺寸 因為它開始煮得越來越軟 的時候 你這樣剁碎它 它就會散開 好了 去到第二次加了水之後 那個水都熟乾到差不多七七八八的時候 你可以試一試那個 椰菜花粒粒的那個 淋度 如果你覺得 是你自己喜歡那個質感 就把那個蘑菇 剛才炒香的那些 可以現在放回去 趁它還有一點水的時候 讓它煮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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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蘑菇也會吸一吸水 現在可以加少少鹽 如果你覺得不夠味 可以加少少黑胡椒 然後最後加上奶油 切少少少 讓它再香一點 切少少 意大利番西水 切少少 意大利番西水 意大利番西水 切少少 意大利番西水 現在就可以關火 讓它煮在一起 融化之後 它就會跟那個醬汁混合在一起 它就會變得更加綿密 就會更加像resorto的質地 喜歡芝士的話 可以加多一點 最後我們加多一片仔的牛油 讓它慢慢融在一起 加了這個凍牛油 醬汁會更加奶油 現在可以上碟 椰菜花飯版的蘑菇意大利番 就完成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